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趋严峻之际 一名年仅47岁美国太空部队的指挥官突然在家中死亡 据美国空军时报5月13日报道 美国彼得森空军基地第21太空联队指挥官 托马斯·法扎拉诺上校 于5月12日在其位于基地的家中去世 据该部队提供给空军时报的一份声明称 法扎拉诺上校被发现时已经失去知觉 随后在家中被宣布死亡 他的死因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但第21太空联队表示 其死因似乎是自然原因 这位指挥官享年47岁 报道称 该部队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法扎拉诺感染了新冠肺炎 作为第21太空联队的指挥官 法扎拉诺于1994年毕业于空军学院 曾担任彼得森空军基地和下沿山空军基地的装备指挥官 美国太空行动负责人杰伊·蒙雷德上将在声明中说 我们对空军和太空部队的家人遭受这一损失 深感悲痛 托马斯·法扎拉诺是一位优秀的领导 导师和朋友 他充满热情的个性和对国家的奉献将被人们铭记 我们向他的家人 朋友和第21太空联队的所有成员 表示哀悼和祈祷 2019年7月 法扎拉诺接管了第21太空联队 这是美国空军的第五大联队 目前他的副手 山姆·约翰逊上校 已经接管了第21太空联队的指挥权 第21太空联队拥有4300人 其中包括2000名飞行员 在分离前 该联队是美国空军规模第五大的联队 也是美国空军中部署最为分散的部队 飞行员们部署在9个国家的22个地点 彼得森空军基地官网显示 该联队通过指挥与控制网络 以及他们的陆基和天机传感器 为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国战略司令部 提供导弹预警与太空控制 该部队在官网上写道 我们的行动实际上覆盖了全世界